大家好 今天去了香港公園 門口有些紅掌 挺漂亮的 有兩邊 再走前一點茶藝博物館 那個應該是玉石的展覽 門口也有一些很漂亮的茶花 下雨蟲也有的 不過都是綠色 在湖邊比較搶眼 反而就是蠔木 燕枝樹 蠔蕩蕩就比較特別 然後進去溫室 有些很漂亮的花盒 還有這個不甘香 如果喜歡這些花的話 那你就可以留意一下 在1月9日 香港公園的溫室 就是展覽一系列的白盒 蠔蕩蕩一類 走過去其實都是噴水池 這個就維修好了 因為聖誕關係 還有些聖誕八拜 看見到它的公園 其實也有些聖誕的裝飾 就未擦了 應該都是聖誕新年的 過多幾天就會轉成農曆新年 那這隻茶花原來叫做茶梅 都是屬於山茶類的 因為它開得很茂性和多 它的形狀兼具茶花和梅花的特點 所以叫做茶梅 它的體態就是玲瓏 葉面就是雅致 其實都開得很多花 那不同的 這個燈光 其實這個下面 都展現了不同的美感 紅色就溫柔一點 可惜只有一組顏色 如果有多一點就更加漂亮 那下雨松可能公園都是 在城市裡面的公園 其實都是溫室 那反而可能是郊外的 下雨松那些 更有這個時間或者季節感 那比較可惜 在香港公園應該是最遲 專業的這個下雨松 那我看回網上有些師兄分享 那我看回網上有些師兄分享 無論是流水在河鬥 或者是這個室地公園 其實都轉色 或是準備下葉的了 但這個香港公園 下雨松的葉還是動動清清的 但王葉也不多見了 可惜一點 感受季節性的轉變 慢一點 或者他跟城市一樣 都應該有些關係 見到可能最黃的王葉就是這樣 一隻就比較黃 沿著池邊慢慢走 你也會見到一些魚 可以感受這個冒頭 又再又再又海又海都幾多 魚的樣子比較慢 也都在池中 也都有一些美人椒的 像影響花一樣的花 也都有一些竹花 當然不少這個大紅花 比較特別一點 就遇到這個 在大紅花拍攝的時候 就遇到這個彩花賊 今次這隻彩花賊 就特別一點 它比較大隻 沒錯 看到一些花 辣手吹發 看到嗎 看到現在 都比較意外 初陣我拍攝的時候 其實你看看我眼 大家都有點尷尬 都很奇怪 不過又剛好遇到 都算是挺可愛的 後來它就躲起來了 後來它就躲起來了 都是雞花之人 這隻松鼠 這隻松鼠 在池的旁邊 最多可以見到這隻叫河木 或者叫煙枝樹 這隻松鼠 只是覺得它很特別 說漂亮 這個美感 我不是說這麼覺得 原來它是生長在 這個地區 它的果實 原來可以作為 提煉成食用色素 將食物見證 黃色 或者是 橙色 橙色 奪木一點點 你可以遠一點點 看其實都幾多 還有這隻叫馬鷹丹 或者臭草 我對它的印象 就是走近的時候 有一股很強烈的這個味道 這個味道 它的味道真的不太好聞 不過它的色鎖 有多豐富 但是都吸引 很多固域的垂柱 它前面有個 藍花草 或者芝花農利草 這隻 這個好像風靈 就是萬聖風靈 其實也挺有趣的 除了風靈 其實也有點像 這個 有一個 卡登綠仔 靈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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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這個 叫圓椎 大青 或者叫白龍柱 花 它的特色就是 它的褂褂很特別 整個一個梯 三角形 褂蝦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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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蝦 這隻好像叫紅藍花 其實再走過去水池那邊 很多龜龜在這裡 浸泡 幾乎去這個 龜齡公樂園 這隻青蛙都是這麼喜歡的 再沿著這個 走上去溫室 也會看到一些水面 溫室裡面那個花 非常之多 特別是這個 南花 很多花都很美 那未來它好像我看著 它剛剛公布的消息 就說 在一月九 那一塊錢 就會有一些 花盒 或者鬱金香 一門 展出的 有興趣的朋友 其實可以想一下 溫室裡面的花 其實又很美 它的觀賞性都很高 除了說顏色鮮艷之外 也都不同的 很多不同的種類 很多其實也都 好像是非洲紫內蘭一類 但是又好像不是 所以其實通常都是我吃的 這個 不懂的 不過大家看 觀賞一下 其實就很無妨的 有時候很美 又不一定說 熟透的 我知一下的也好 這些應該是八盒 其實就 戴著口罩 雖然說可能有很大的香水 不過就不是很聞到 那看見到工作人員 其實都擺設 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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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鬱金香 百合成 那未來 或者下星期日之後 應該更加多的剪品 展出 那大家可以 有時間 走一走 如果說花比較集中 就應該在這個 溫室裏面 大家留意 有些花 不單止是花漂亮 葉子都很吸引 我 葉子本身 都很多不同的紋理 好像瓷青 瓷青 那樣的 雕上去 就很美 那裡面的海棠 其實就 都很多不同的種類 除了看到的 這隻是黃色 那這些是藍花 淺色一點 因為裡面的藍花實在太漂亮 其實我都不是拍得很多的 那這個秋海棠 就有這個 橙色 黃色 然後橙色 然後再粉紅色 然後再深一點的紅色 那個色彩 其實真的 很豐富 那個就是門口的紫萊蘭 那跟著走上去的溫室 其實就是一些沙漠植物來的 多數都是仙人蔣的一類 還有這隻狼尾草 尾尾都生了毛毛 再走下去是一個雅耳派 這隻叫垂心的茉莉 或者叫玉蝴蝶 玉蝶花 花是比較清新的 突出一點 我也忍不住拍了 這隻就是口紅花 其實在一個籃子裡 然後就垂下了 大家看到像不像口紅嗎 這裡的熱帶雨林條鞠 也有很多食物 它的特色就是 很多綠色 很舒服 好像去了一個 熱帶森林 每一期都有一些不同的花 好像今天這隻 清晴鳳梨 特別少 粉紅色的也挺漂亮的 這隻就是我們吃的薄荷 有時候媽媽咳嗽就會摘這些 熱豬肉粉湯 蔥湯 它有些清熱的 然後 門口 那門口 那門口就是這個 木椒 這座應該是 像 來 也挺漂亮的 那走前一點 就有一些白色的 這個 三角門 這隻叫做 蠟燈鵑 其實它除了白色 還有幾隻不同的顏色 你可以留意一下 在谷布下面 那裏 那裏 那裏有些黃色 那裏 那裏都有些 我們平常見的 這個 粉紅色 那軟一點 還有些 黃色 可以 細心細心 好像不太漂亮 其實我們在 頭頂 所以大家有時間 都可以走一走 那今天分享 是很多 掰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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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